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访浸会大学 先到浸大中医药学院 参观中药制制学实验室 癌症验证研究中心和中医专科诊所 林郑月娥期望浸大继续彭植中医教学 培训、科研和服务营运的经验 配合本届政府提出将中医药 立入本港医疗系统 推动中医药发展的目标 发挥所长 之后林郑月娥到音乐系 参观创意媒体研究设施 她说香港在文化艺术和创新科技都具备优势 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艺术科技专责小组 制定发展和推广艺术科技的策略和措施 也鼓励有关的界别积极参与